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瘟疫人生 我们前一期已经讲到了马来西亚 现报已经公布了 违反SOP 法案 个人罚单将会从1000元提升到1万元 企业罚单也会从1000元提升到最高罚款5万元 有些人一直认为后门政府是不会去执行 其实我们担心的不是后门政府执行不执行的问题 所以这个已经是现报公布 已经是确定落实了 上月11号会落实 因为我们担心的是这个执法人员的问题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节目 我们特别为大家收集了四个故事 四次的这个罚单的出现 真的是四个无奈的这个故事 给大家参考一下 还好这时候还不是1万元或者5万元 要不然呢 他们接到的可能就是1万元和5万元的这个罚单啊 所以这个后门政府 你没有对人民 你没有给这个人民任何的好处 反而这样子来把人民帮助提款机 惨啊惨啊 那么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呢 来自我们PAMN的这个群组当中 看见的这个罚单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位 那个美法师的那个伙伴 他在这个Kuzai Lama的 就是那个Maybank的那个附近三月区 他只是不小心了出门口的时候 没有戴了口罩之后呢 他就被当场被开了这个罚单 然后这个罚单是1000块 所以当时的无奈就是他说 哇我们剪一个头发 那个向下可能15块 我们城市地区25块30块 他到底要剪 看一个美法师剪头发的 他要剪多少个人的头 他才能够 超过他的这个1000块的罚单 那么这一张罚单 是不是冤假错案了 有没有上诉的可能性呢 其实还是有的 因为这个 我们知道的就是 这个我们的国防部长 他有讲过的 如果你在一个人的情况之下 你周围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之下 你是可以暂时拿下口罩的 那么大家可以抓紧这句话 只要身为一个美法师呢 他只需要在他在执行工作的 那么这个是根据他们美法的SOP 正常来讲 美法师应该是这样的装扮 他在执行工作的时候 他在店里的柜台收钱的时候 他就必须遵守 这个美法的SOP 但是他今天他在门口 所以呢 这个罚单还是有辩解的 还是可惜就是执法人员呢 他是不听 这个 这个人们的辩解 直接就开了法滩 叫他去上庭去作证 所以呢 这个就是第1个 无奈的故事 然后我们讲第2个故事呢 这个是关于那个企业的 那么来自也是由这个PAMM的群组 所提供的 话说在这个SENLEMO的一间美容院呢 当执法人员上来检查MINE SACATRA的时候 他竟然发现到 这间美容院的员工呢 他自己没有 scan MINE SACATRA 结果呢 只有1000块 所以假如是3月11号发生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这一间美容院呢 搞不好 他必须被罚50千 他必须被罚5万块 因为这个是企业的罪 那么讲到这里呢 当然我们也讲 场是蛮惨的 但是可能很多很多 三家 或者甚至民众都不知道 原来你自己回自己的公司呢 你一定要在你的公司 check in MINE SACATRA 当然这一点呢 比较难 比较你比较难跟执法人员去辩驳 他可能讲MCO1的时候 你不知道情有可原 那现在MCO2了 又已经这么多天了 你不知道你回到自己的店 你需要check in MINE SACATRA的嘛 所以呢 各位 真的要记得 这个MINE SACATRA 你随时随地 你都要检查 都要check in 那么早前在MCO的时候 我看到一些 一些商家呢 被一些卖系统的人做引诱 他就叫他 你自己做一个系统 叫人家check in 其实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 政府就是经这个执法人员上门的时候 他只看MINE SACATRA 包括你自己的员工 自己的资源 你办公室有10个人 10个人 都必须check in 那个CACAT上门打扫 CACAT也必须check in 假如CACAT忘记check in 对不起 3月11号之后 你的公司将被罚5万块 那个CACAT会被罚1万块 所以 希望 这一个故事呢 能够帮到 大家 大家要小心 这个步骤 这个是我们可以避免的 当然我们也相信这个CACAT应该是 无法去辩驳 但是应该是可以求情的 所以大家 切记切记 MINE SACATRA要 刷好来 那么 接下来我们就讲 第3个 第3个故事 第3个故事呢 就是关于这个 MINE SACATRA有 一点点 关系的 那么这个故事呢 可精彩的 这个就发生在 我们甲洞区 这时候突然间来一个大型的那个突袭跟倒钞 就是在这个甲洞呢 这两间很有故事的店 这个1313跟这个747 就在这个 甲洞的那个Jasco A用的后面这两间店了 他们是非常有故事的一间店 所以 根据这个网友的那个 帖子呢 第1个甲洞区呢 他 他没有用MINE SACATRA 他用手写 手写的时候呢 他电话号码写错了一个号码 听着一个老人家老安克写错号码 这个警察呢 他不讲人情 恶化不耍就给了他一千块 还好现在不是一万块 要不然这个安克就会罚一万块 非常非常的 孤孤 所以 所以看看这个大马的执法人员 看见这个年长者 他们到底是有良心还是没有良心 是不是这样散尽天然的 看到那个老安克 写错一个号码 你不能够手下留情一下吗 你不能够劝导一下吗 你何苦这样开呢 然后第2个 第2个故事 蛮复杂的 他就牵涉到这两间店的 精彩故事 就是 就是其中一个人 他探索了1313这间店的 MINE SACATRA 他就坐在747这间店 那么这一间就是1313美食中心 那么楼上这个MINE STORY 其实就是我的发型师 他很棒的 所以 这个我大力推荐 那么这个 一伤一伤 他的隔壁 就是747 那么这两间店 可不简单 不简单 你们知道他们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吗 所以 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们知道这个座位中间 他是很严格很严格的拉着那个红线的 他甚至在疫情之前 他省着这两间店还会雇用那个骂骂手 其实是他们的格格来的 骂手 就是你要做我的店就做我的店 你要做他的店就做他的店 所以他们真的是一个 是一个地区的 一个非常非常的竞争者 所以当时我们就被他们雇用的骂手 骂一下 就不太开心 觉得 两个邻居你们何必搞到这样子呢 但是今天 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 又发觉到 哇这两间店其实这样做的 是对的 如果这个安克他还记得这两间店的故事呢 他就不会说 你 你在一三一三check in 你就做到747 如果他有遵守这两间店的规则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了 所以 其实这两间店的故事真的很多啊 他们真的是恶性竞争 但是恶性竞争就使他们的品质进步了很多 他甚至呢 这个 其中一间呢 他把那个 他的店呢 卖到纯吉隆坡最便宜 但是同时他也是纯吉隆坡最好喝的 所以 所以当时的那个那个竞争率真的非常非常的 激烈 这两间店 很多很多 精彩的故事 就好像如同我们的 他们的关系就好像 我们的 英国的 这个 Marsyside的 这个Liverpool 跟 Everton 我们看见 Everton的主场 在这里 然后你只要走过这个公园 不到一公里 你就可以到达这个 Liverpool的主场 Anfield 就这么近 所以 在同一个城市呢 那么这 两支球队呢 是百年 那个百年世仇 所以这个Liverpool 跟Everton 所以我们看到 好像今天这个Anker呢 他就是他 Scan了 check in了 Everton 他就去做到那个 Liverpool 球迷的 当中 所以 还好这个 英国人比较有文化 他没有什么事情了 我们看见这个 Stand alone 的Everton 坐在Liverpool 当中 还没什么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在 地甲联赛 就不可以了 我们看见 英特跟 米兰两队 在打的时候 你看这个米兰的球迷 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丢 这个英特的也不甘失落 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丢 假如这是英特的一个球迷 坐在米兰球迷当中 在这个意大利来讲 是大事 在这个英国来讲 还好 虽然这个Stand alone 这个球迷呢 我们看久了就知道 他从开场到后面 都是不好听的话 所以 这两间店的关系呢 他们真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 从这件事情当中 这个故事当中呢 也让各位网友知道 以后呢 真的 你在这间店 就做这间店 你就不要做到 隔壁那间店 所以这两间店呢 其实蛮特别 所以他们的 他们这样子 二性竞争之后呢 他们的食物真的蛮好吃的 虽然它是在一个 比较不那么 中心的地方 但是 绝对的 我是推荐大家去 当然 你要记得他们的故事 他们就是 Everton 跟Liverpool 你不要在那边去 得罪他们 你不可以叫 隔壁的时候来你的店 不像其他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叫 对面街的 他都可以在你的店 这两间店呢 是有这样的 故事的 所以这个故事呢 也发生了这一单的 结果 这个安克呢 也好愿晚 好愿晚 真的 各位观众朋友 那么这个第四个故事呢 其实是最难讲的一个 一个故事 我到现在我也不清楚 他真正的答案是 是什么 所以真的讲 这一位 我们正将的这位伙伴呢 他真的非常非常的愿晚 还好 他没有留意 他去找了议员 他就把这个事情吵大 所以 今天 希望 我找的这个资料呢 能够对他有帮助好 事情是这样子的 他在他妈妈 去到这个 湾沙普麦 从正江到湾沙普麦 我们在地图上面来看的 湾沙普麦的阿曼布里呢 绝对是在吉东坡当中 等下我们用地图来看 来作证 那么问题是他走在这一条 这一条路呢 这一条路呢 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当时 开法单的那个执法人员 他非常非常兼职 这个 这个 是属于 所以 他这个法单的理由就是 他跨走 他从吉隆坡呢 跨走到 这个 所以 所以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荷兰的国界 这里是比利时的国界 所以改天你们去欧洲 你们玩了 所以 他从这个荷兰 跨到比利时的国界 所以他在防疫期间呢 他违反了这个 跨国的这个协议 就好像这个 北爱尔兰跟 爱尔兰 他们 他们之间是没有国界的 这样子 跨国 你看到 这个比利时 这边是比利时 这边是荷兰 所以 这一条路呢 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 他也可能是这个 非地 他可能是在 吉隆坡 假如 B是吉隆坡的话 那么这个 当中竟然有一条马路 是那个 是雪兰儿的 非地 是雪兰儿的 马路 这个天啊 这样子叫人家怎么执法呢 其实这个非地是不可以执法的 假如在整个吉隆坡那个区里面 有一条马路是属于 Seleno的那个非地 就是非地 它的enclave 其实那条路是不可以被执法的 那么 我们好好来看地图来评论一下 好那么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谷歌地图 现在我们终于看见了这个 真相 那么这一条 The Persia Ranchanara 你在谷歌地图当中 它属于Seleno 所以这个真相的 伙伴们 他来到这条 属于Seleno的道路呢 所以那个警察可能就 以这个 Google Mac的 为标准 来给他开了一个罚单 上次有多远晚了 Let me show you 所以 我们只要看他旁边那条路 OK 我们就看这条旁边那条路 Google Mac很清楚 说我们 这里的地址呢 是 是属于5220的impost code 是under Kuala Lumpur的 所以 你只要在 阿曼布地的这条街 你走到前面那条大路 那条大条的路 你就是跨走 你就是为 被罚 你就可能被罚1000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应该每一个居民 你看 这里 通通都是 Villaya vs Kuala Lumpur Villaya vs Kuala Lumpur 这里任何一条路 你踏下去 它都是 叫大家 Domino Pizza 你踏下去它依然 还是属于 Kuala Lumpur 所以 你只要在这里呢 走进这条大路 Persia Lumpur 其实你就 违反 你要被罚1000块 的朋友 知道吗 但是 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地嘛 它可能是非地理论 所以它不应该去罚 这个 这个非地是 那个excluded 是例外 因为这条路 它讲说是 Sala Lumpur 那这里 其他地方 通通都是 Villaya vs Kuala Lumpur 所以这样子 不应该罚 你要罚 你就把这里 所有居民给罚到完吧 这条路 我们知道 大家读作者也知道 每天多少人 这样子 跨走跨走 跨到 跨到几百万次了 知道吗 但是 各位网友 故事还没完 这条路到底是 Sala Lumpur 还是Kuala Lumpur呢 我现在 demo一个给你看 如果我把这条路的地址 换成Kuala Lumpur的话 谷歌地图 show我们的事 Persia Lumpur 其实是 Panta Seritama Sala Kuala Lumpur Villaya Pershkutuang Kuala Lumpur 所以 这位 增加的伙伴们 这个就是证据 谷歌地图 同时也收出 这一条路 毫无疑问 是在吉隆坡境内 所以 你是毫无疑问 你没有跨线 你也没有跨州 你也没有看法 所以 我不知道 这个执法人员 是不是以 Google Map 来做标准 所以一切的标准 还是拿回 从土地局里面来看 所以事情就很麻烦了 所以 关于这次的 SOP的发款 这种 ENCLEFT的 那个 所以 假如这条路是 SALAMO 它是非地 它是ENCLEFT 它是不可以去进行 发款 或者 这条路 自从我们的吉隆坡 WPKL 成立以来 它就是属于吉隆坡 所以这是很大的争议 所以呢 各位 网友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执法单位是这样的水准的话 那么接下来 3月11号罚1万块的时候 只要你去到街上 只要你去到这种 这个不明确的地方 这个BORDER的地方 好像刚才我们给你看 那边是荷兰 这边是比利斯 我们KL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地方 在狐种那边也是 狐种呢 一边是SALAMO 一边是 Quala Lumpo 你Cross 过去之后 你就罚1万块 所以 我们希望呢 这个政府呢 给我们好好交代 清清楚楚这个情况 然后你不要 在这个情况 去罚人民 1万块 所以整个 1万块 个人 跟5万块的 这个罚单 他已经实施了 这么多天了 我到现在 我没有看到 什么华人的团体 早前有一个 盛美兰的华团已经反对了 那么昨天 难得看到 这个一种 我们的华种 他已经 他已经 发言 讲罚1万块 太高 罚5万块 不能到 会对人民 造成很大的 精神压力 说真的 说真的 各位观众朋友 那么我们 华人当中呢 我们一直 一直 出现 这一种的 文化 那么 自从这个汉朝开始 我相信是从汉朝开始 就有了这个汉奸 汉奸这个词 从汉朝来的 然后一直一直到 然后 这么多年来 我们看到 历朝历代 华人的基因 地恋爱里面 更生地故 出现这一种人 你看这一次的 1万块的这个事情呢 有多少个 这个华团 有多少个华人 开身去反对 反而这个我们的 前首相马来人 这个纳吉 他第一个就在他的 Facebook讲 原力反对 华人呢 各位华人去了那里 所以这个是不是从 华人的汉朝以来呢 所以我们 讲句好笑的话 从汉朝 到那个 上体人 上体人 入侵地球的时候 那时候地球出现很多 球尖 出卖地球叫球尖 那个 那个球尖 好像都是华人 那500万的球尖 出卖地球人 让这个 上体人 他上体人还没到 还要应援才到 他们就在那边 虐待地球人 他们做上体人的那个 走狗 所以你看 华人从汉朝到 那个上体人 入侵地球的时候 他们都在做这个 从汉奸 做到球尖 那么这一次的事件呢 为什么 这个 华人的商会 华人的工会 为什么全部里面 静静的 你们有看见我们的平民百姓 好像刚刚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事的故事 冤枉吗 可怜吗 无奈吗 幸好现在还有一千块 这一千块也是很冤枉的 那么到时候是罚一万块的时候 到时那间公司是罚 五万块的时候 他来的那个安克 让你check in Everton 你坐在 Anfield 你坐在那个 利物铺那边 OK这两间店 各罚五万块 十万块 近代 哇这个政府很好做 所以各位网友 将来创业 记得 你不要去开吃的 不要开美容院 不要开什么 记得跟我开政府 为政府好赚钱 是不是 啊 是不是 那么希望今天 所讲的这个故事呢 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大家觉得 不错的话 记得 让更多的人 看见我们所讲的东西 因为3月11号之后呢 恐怕是大家的灾难的来临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